这就是我的运气 我刚来到这里买衣服一换下雨了 我没有带泳衣来 我就临时来的 在里面买的这个 这样穿着好怪 我现在到里面去泡 外面太冷了 下雨了 这家好惨 消费100多 我刚进来就这样子 在里面泡了一会儿 暖和了 现在出来看一下外面 有没有别的尺子 烫一点的 我去凹桃季凤吉也是 好冷啊 在这里又遇到下雨吹风了 这个温暖 我这下暖和了 泡了一个42度的水 现在是要冲浪的吗 现在吃饱喝煮换了一件泳衣 现在吃饱喝煮换了一件泳衣 刚刚那个泪的荒 主要是我太多肉肉了 这里面的鱼好少 你看看 抓 追都追不上 再吃饱了 我刚才看见 现在还吃饱了 我不会让我吃饱了 我不会在饱里 吃饱了 我会在这里 吃饱了 吃饱了 我 吃饱了 我 现在出来了 还在下雨 下了一天了 我没有带衣架 我想起来了今晚不能停在这里 我还要去开出去外面超市买衣架了 这次出来衣架都没带 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六点多了 一会儿就天黑了 好尴尬 我在这里停了一会儿就一会儿 居然打不着火了 你看 一点反应都没有 刚刚停在这里 忘了关车灯 没想到这么惨 什么车女士 车没电了 打不着火了 我问你是什么车没问你 什么原因 吉普指南者 吉普指南者是吧 对 车你们自每个车它的线不一样是吧 对 425624的 你过于打电的话 确实没电了吗 女士 对 就打不打不然火没电了 确实没电了是吧 过于打电又员的话 加一据员费 一过的话就收你180元 大概的话 15到20分钟左右到你的现场 为什么要那么贵 180 180还贵 对 180贵 180贵 那就没办法了 女士 这大半夜 马上天黑 天都黑了 180还贵 150可以吗 因为我们以前都几十块都在搭 就是看着晚上黑了 行行行 150 然后我给你发个蓝色 付款单 你点击付款单 支付一个道路 施救定机 尾款的话 现场介绍给我们的师傅 就没有关前面那个灯 我就在这里弄手机导航 然后回了几个信息 居然都打不然火了 没电了 其实我这个电源本来也是可以弄的 但是我这个电源也没电了 因为我在这边停了两天了 电也用完了 好尴尬 今天就是花钱的一天 今天我视频也没发 尴尬死了 这150花的 这车也太容易断电了 都没多久 应该大概就20分钟 车灯开着 居然就没电了 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师傅说这个电 这个电瓶两年多了 差不多要换了 换的话要500块 我说先就这样吧 暂时不换 现在是打热火了 嘻哈 打热火了 打热火了 你搬哪个连起 他要多重一会儿点 他想给我换电瓶 我觉得我就先试一下了 打热火就不能吸火 不对啊 刚刚都可以 就20多分钟 忘了 我就在这里停了20多分钟 忘了关灯 可能是行车记录仪 之前两天没开车 就给他耗电耗的差不多了 加上我刚刚才打了火 刚从那边走到这边 就走了几百米 然后我就把火关了 就在车上弄手机 就这样了 打热火了 这钱花的太冤枉了 刚刚那个师傅 差点又让我花了500块 他说要买他的电瓶 说我这个充不进电了 明明刚开始 就充得很快 我就打热火了 打热火了 熄火了之后 他把他的拔走了 我这里就打不燃了 后来他又给我冲上 我还是打不燃 我发现他没给我冲队 后来他看我在拍摄 他又把他重新放了一个位置 然后很快我又打热火了 他就去弄别的车了 我估计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去加油站加油 也是 很快他就跳枪了 很快就跳枪了 就反复的跳得很快的那种 他就要卖我的产品 说我汽油怎么怎么样了 就要卖那种好几十块 一瓶的什么油 我也没管 我再等几分钟 就出发去买鱼架 待会看 这个还得挂起来 这容易 雨一之下 气氛不酸融洽 太蓝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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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